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这段时间中美关系急速恶化 川普和习近平的朋友关系也恩断义绝了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9月25日至28日 习近平千里跳跳跑到东北去考察 这也并不是出他一时的心血来潮 这就是反映出习近平的某种政治的意图 因为在中国领导人去哪里考察 他都是表现出来一种强烈的政治意图 比如说当年邓小平去南巡到深圳 就是因为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试点和样板 所以邓小平去深圳本身 他就是用身体语言来表示邓小平 他是支持改革开放的 今年2月习近平去四川遗嘱的贫困山去考察 这也是习近平的身体语言 他就是习近平试图以此来表达 他特别关注中国的扶贫问题 当然现在习近平已经顾不上扶贫了 因为中美贸易战已经成为他和中南海的头等大事 那么现在贸易战是打到这个火热的关头 有传闻说习近平到深圳去考察 可是习近平并没有去深圳 而是相反他是往北走去了中国的东北三省进行考察 习近平到东北三省去考察 肯定也要反映出他的某种政治意图 传达他的某种政治信号 而习近平的这个政治意图和政治信号啊 当然应该是和目前的中美贸易战密切相关的 那么习近平去东北考察 在寻求支持他的力量 虽然现在大家嘴上都是表示一致支持拥护习近平 支持党中央 但心里面他却未必是那么真的支持 中国啊 他是一个面积非常大 人口非常多的国家 各个地方的发展水平也不一样 各个地方特点当然也不一样 所以呢 中国各地对打贸易战的态度啊 他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用大的方面来划分的话 中国啊可以划分成为沿海的经济发达省份 和内地的经济落后省份 这个两大类 这两大类型的省份 对打贸易战的心态 或者是支持情况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 沿海的经济发达省份啊 他们的经济模式是一个外需型 他们对外贸易的量很大 他们的经济繁荣啊 他也是因为搞这个对外贸易了 而这些沿海省份的这个对外的这个 所谓叫经济贸易的这个模式啊 也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 就是他们啊 是高度依赖对外的贸易 相反啊 内地这个经济落后的省份 他们的经济模式啊 是内需型的 他们对外贸易量是很小的 他们的经济不繁荣 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多少的对外贸易嘛 但是呢 这些内地的省份 他们内向型的这个经济模式啊 也有一个就是优点吧 就是说他们的经济独立性比较强 他们对外依赖比较小 那么现在习近平跟美国打贸易战 最坏的结果呢 那就是不惜一切打到底嘛 中美就是经济上脱钩 中美贸易清零 中国再次回到毛泽东那个闭关 自首的自力更生的时代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沿海这些省份啊 经济呢 肯定就惨了嘛 因为他们的经济活动都高度依赖对外贸易 一旦你对外贸易量下降 或者甚至是对外贸易停止 那么这些省份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啊 就会急剧的下降 相反的中美贸易战 你不惜一切代价打到底 对内地那些省份的影响反而不大 因为内地省份他们对外贸易量本来就不大 经济落后 他却是比较独立 他们对外国的依赖小啊 所以说当地老百姓啊 就因为你打贸易战 也不会影响他们多大的这个生活水平 这也就是说啊 中美贸易战如果不惜一切代价打下去的话 越是沿海的那些经济发达的那些外需型的经济的省份啊 他们情况就越糟糕 越是那些内地的经济落后的内需型的省份啊 他们的情况反而不会太糟 那儿的老百姓生活水平啊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甚至还有可能变得更好一点 比如说这一次习近平去考察的那个黑龙江省 他是啊 现在中国最大的产粮大省 那么中美贸易战 如果你打的是越凶的话 那么那些价粮物美的这些进口粮食啊 特别是美国粮食啊 就会减少嘛 那么国产的粮食就会涨价 那么黑龙江省作为中国最大的产粮省啊 那当然他肯定会受益嘛 他的经济情况甚至啊 有可能还会变好 可是广东那样就是高度依赖 对外贸易这些地区啊 他们经济肯定就惨了嘛 相反如果是中国对美国来一个妥协投降 全面开放市场 那么大量的这些价粮物美的美国粮食啊 就会涌入中国 那么黑龙江的粮食 你肯定是晋升不过 那是美就是美国的粮食嘛 这么黑龙江这个产粮大省 如果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 那他反而就惨 因此啊 这个如果是中美贸易战停战 那么广东的经济啊 可能会就是更加好 或者是保持现在这个现状 因为他们可以继续像美国大量出口商品嘛 他们的经济就会情况比较好 如果我们拿两个极端的这个省份 就是广东省黑龙江省来作为严海省份和内级省份的代表啊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中美贸易战如果你不惜一切大家打下去 广东省他这个外需型的经济啊损失惨重 人民生活水平会急剧下降 而黑龙江省这个内需型的经济 他的损失不大 人民生活水平影响也不大 这样一来 那个广东省的人和黑龙江省的人 他们对贸易战的态度啊 那必然就是不一样的 广东省必然他是坚决反对 不惜一切大家和美国打贸易战 而黑龙江省他就未必那么反对打贸易战的 这是他有可能会支持打贸易战 那说到这里啊 习近平去东北三省这个政治意图啊 也就可以说勾画出来 如果习近平去广东深圳考察 试图在那里寻求那的人来支持他 不惜一切代价打贸易战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嘛 因为广东人他出于他自身的利益 也肯定会反对打贸易战的 而东北三省啊 是中国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之外 内需型的这个经济特征最强的省份 所以说东北三省啊 他将是中国这个和美国打贸易战啊 他的损失最小的省份 所以说习近平到东北去寻找那的人来 支持他不惜一切大战去打这个贸易战啊 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同样的对于国有企业的这个做大做强的态度 各个省份也是不一样的 东北三省啊是国有企业高度集中的省份 他们肯定会支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相反啊 广东这些沿海省份呢 都是这个私营企业的大本营了 他们肯定是反对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搞这个叫做国进民退的这个政策 习近平在东三省高唱什么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口号 那对于当地的人来说 他们是很愿意听的嘛 也是容易获得他们的好感 习近平在东北说 我们的国有企业要继续做强做优做大 那种不要国有企业 搞小国有企业的说法 论调都是错误的片面的 我们实行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这一点毫不动摇 任何怀疑唱衰国有企业的思想和言论 都是错误 那么在东北啊 他有大量的这个国有企业的员工家属 还有这些退休人员 他们都是最怕这个国有企业搞改革嘛 他们担心啊 一旦你国有企业搞改革 把国有企业搞小了 或者是搞没了 那么他们这些人呢 就会下岗失业吧 他们生活就没有着落了 因此呢 习近平说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啊 就是给那些广东大量的这些国企员工 和家属就放一个定心丸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到这些人的支持 总而言之呢 内地各省啊除其那些少数民族省份之外 最有可能支持习近平打贸易战的就是东北三省 如果我们不严格的说可以把东北三省啊 说成是习近平的票仓 那么在现在贸易战最激烈的时候 习近平想去视察他的票仓啊 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另外习近平去东北视察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他担心啊 中国的这个粮食问题 习近平去东北的第一站 就是去黑龙江北大方的农场 他就看那的粮食的收获情况 这也可以说是习近平第一次表现出来 对粮食这么的关心啊 现在中国粮食啊 大约是三分之一需要进口 除了老百姓对粮食的这个需求量增加之外 就是中国国内粮食产量下降 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了 中国的粮食产量下降啊 他最主要的原因啊 是这个耕地面积的减少和农民叫做弃农 他们放弃务农了 中国搞工业化 你什么修工厂啊 修工路啊 盖这些商品房啊 他都会大量的占用农田 就造成这个耕地面积的减少 但更重要的是啊 在中国你搞农业收入太低 所以农民他都不愿意去务农嘛 他们都是进城去打工 他们觉得种粮啊 那是不赚钱嘛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啊 也就是江苏浙江广东省 他们是中国主要的产粮区啊 可是现在这三个省啊 都已经因为搞这个工业化 粮食产量是瑞显啊 都已经变成那些依靠外省掉拨粮食 或者说依靠进口粮食的一个纯粹的粮食进口省了 而这一次西方去考察那黑龙江省啊 反而最近这些年啊 他变成中国最大的粮食生产的省 粮食是目前习近平打贸易战最大的软肋之一 习近平倒不是担心美国会对中国禁运粮食 而是担心啊 中国没有买粮食的美元 因为人民币啊 你是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 所以你跟外国搞贸易买粮食 你是不能用人民币的吧 习近平可以不买美国的大豆 可以改买巴西的大豆 但是你买巴西大豆也必须是用美元嘛 现在中国最主要的就是依靠啊 从美国来赚取美元 从其他国家你能够赚大的外汇啊 是比较有限的 一旦中美贸易骤减的话 那么中国这个贸易顺差的量就会骤减了 那中国必然会遇到外汇的紧张 那么中国买粮食就需要大量的外汇嘛 这样一来呢 打贸易战啊 就是外汇紧张 就会成为中国的一个 就是粮食上的一个软肋 如果说中国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粮食 那么进口粮食就不需要那么多 那么就是买粮食的这些外汇 也不会需要那么多了 那么习近平他打贸易战啊 就更有底细跟美国就打下去了 所以说中国有多少粮食就成为习近平跟美国打贸易战的这个底气 但是在另一方面习近平他也很清楚 中国官场啊 这个浮夸风很盛行啊 虽然说你看账面 中国有很多粮食 但很多账都是吹牛吹的假账嘛 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么多粮食 当年毛泽东啊 就是被那个母产十万斤一个浮夸风啊 也给坑了嘛 他以为中国的粮食真是多到吃不完了 结果没想到啊 那些粮食产量都是假的嘛 结果就搞出一个饿死几千万人的一个惨剧 所以现在习近平对中国到底有多少粮食啊 他心里也没底啊 他也知道那本账啊肯定是个假账 但是呢假到什么程度他就不知道了 这样一来呢 习近平他就要到中国的第一产量大产的黑龙江去看看 看看实地到底啊能够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这也是他想估计一下他打这个贸易战的底气到底能有多大 习近平现在能不能把贸易战打下去啊 就取决于内部和外部的两个因素 那么外部的因素啊 当然就是美国的川普对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巨大压力 如果这个压力越来越大 习近平未必能扛得住 那么这个内部的因素啊 就是来自中国高层反习近平的势力了 如果他们联手起来来向习近平发难 那也有可能夺掉习近平的权嘛 不过呢中国啊 它是一个秘密的政治 就是高层的权力斗争啊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外国人完全不知道 所以啊 中国的重大的政治事件都是一个突发事件 早年的什么林彪事件啊 粉碎四川帮啊是突发事件 近年这个什么 薄熙来啊 令计划 这也是突发事件 事先啊 就根本没有人会预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么现代政治文明特点啊 就是政治是透明的 是可预测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么中国啊 还是没有进入现代政治文明的时代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